大家好,今集科學X技術教大家如何做一個可以七十二變的扭計魔方 我們先看看這個魔方是怎樣做 這個魔方是由十二個立體三角形所造成的 之後我們再看看如何在平面上矩畫三角形的展平圖 首先我們在展平圖上畫兩條對角線,每條約8cm 端點之間連起,之後我們要計算出這條斜線的長度 來透過上水公式 之後我們再透過8cm的長度,用右上角這條公式去計算 得出我們要找其他三角形的線段長度 我們知道長度之後,就利用完規矩畫端點 再在端點連線,就得出這個立體三角形的展平圖 現在我們先示範一下如何將這些三角形變成立體狀 而且將它們連在一起,變成立體魔方 我們來為了完全醫生的就能用來為你 我們要做一個同一個判斷 然後再做一個判斷 所以我們要做出一個 Rebecca 然後再做一個判斷 對於是這個階段 可以和這個判斷 我們要做一個判斷 無終於判斷 然後再做一個判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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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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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